哎,在吗? 哇,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男人真的是 抓着他别让他跑 那还有一点妈妈也没有告诉我的 就是关于 大家好,我是欣怡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 爱情谏言 是从小我妈就教我的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谈恋爱是怎么样的 我呢就是挺自由的 我的恋爱都是被放牛 我的父母不太在乎我跟谁在一起 不过呢他们也是会担心 所以呢就会暗地里 给我一些爱情的建议 啊他也不理我听得懂没有 反正他就先说 那我印象最深刻 我的妈妈跟我讲过一句 就关于女生要怎么样挑男朋友这件事 他就说了这句话 他说女生要找一个成熟的男人才可以谈恋爱 小时候我对成熟的概念就是 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就像榴莲这样有没有 就四大工程多了 他就一定会掉在地上 那我也以为人 年纪够大了就一定会成熟 长大之后才发现 其实人和榴莲 除了一样都有刺之外 人是不会因为时间而变成熟的 成熟并不是活得够久就可以收获的事 所以今天我决定跟大家分享一下 五点我觉得男人成熟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当然先声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榴莲都有很多种啊 更何况是人 那请大家务必要看到最后 因为最后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妈给我的这个爱情戒严 是完全不work的 不成立 成熟男人的特征第一点 他有能力倾听你 其实我们都知道 女人是很需要讲话的动物来的 这已经是有科学验证了 所以女人要讲话 另外一半自然就要听了 不过听别人说话是人的本能 倾听别人想说的话 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 也许你想要讲话的时候 你的男朋友的人的确是在那边 可是你发现他的魂魄是不在的 或者是他眼神是失焦的 因为 在吗 真正的倾听 他是会用心去思考你的感受 你的立场 你的角度 甚至已经开始为你想解决的方法了 先不说当下你想不想听那个解决方法 因为我知道女生很多时候想讲心事 他只是想讲而已 其实你不用给他解决方法 男生你给他解决方法 反而他会发脾气 无论如何 他当下愿意倾听你 跟有倾听的耐性这件事 就证明他非常的在意 而且他知道 这件事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有能力倾听别人的男性 这个就是成熟的特质之一 好成熟男人第二点 懂得分事情的轻重和先后次序 那这是很重要的事 因为每个人每天就只有24个小时 其实一个人的整体成就 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分配 我们仅有的这24小时 我们常说的 时间花在哪里 成就就在那里 其实我们每个人 需要照顾的事情都很多 不过 这个男人会先照顾什么呢 就会决定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比如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的时候 这个男生他会选择沉溺在难受的感受里头 还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这也是一种先后次序 他会觉得打游戏比较重要 还是陪你比较重要 这也是一种先后次序啊 当然也不见得他把他所有的时间 花在你的身上就是成熟的啦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永远把你的位置 排在最顶端的话 也不见得是一件健康的事 不过如果你是一直都在最后顺位 最后才来解决你的话 好像也不太正常 所以 这绝对不是一件有方程式的事啊 它是必须要依据不同的情境 个别判断处理的 而男人们进行这些判断的能力 就是成熟的特质之一 好 男人成熟的特质第三点 他能不能够在自私和妥协之间 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感受 OK 我们必须承认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甚至想谈恋爱 本身它就是一个自私的念头 可是同时 每一段爱情都是需要妥协的 就有些是本来 如果我们是一个个体的话 我们不会去做 不过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就会 啊 需要去做一下 为什么犯法言 需要去做一下这样 那爱情本来就需要付出和妥协的嘛 那既然在爱情里面 自私和妥协是产生这么大的矛盾的 我觉得女生也不能够一味的要求 男人说迁就自己 就觉得这个男人很成熟 很多女生都会在另一半不迁就自己的时候 就想 哦 你不爱我了 你不为我做这个 不为我做那个 我真的觉得妥协不是一个成熟的表现 我反而觉得 在自私和妥协之间做抉择的时候 能够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的男人 才是成熟的男人 就无论最后的决定 是女生觉得是自私的 还是女生很满意的一个决定先啦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愿意更有能力讲出想法 我已经觉得很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男生在受委屈的时候 他们都会选择把情绪吞下 各位吞东西是不健康的 要咬 要小花 比如说啊 男生有没有能力说出以下的话 如果你每次出门 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准备 那你能不能够提早准备 我不想每次朋友聚会的时候都迟到 要不然就是吵架的时候 可以跟女朋友说 我每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刺耳很不舒服 可以请你下次不要说吗 我觉得男生在讲这话的时候 他已经脑海里面想象到 女生会怎么反驳 跟发脾气 所以他就宁愿不说了 把它吞下去 因为男生就是不想争执啊 可是这样子的委屈 他是会累积的 累积越多越久的话 就会和另一半产生疏离感 当然女生也有责任去制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给男生说心里话 也不要一直多多逼人 就有矛盾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感觉到 他开始武装了 不要过来 不可以offend我 所以我觉得迁就跟妥协真的不是成熟 反而是在这个节骨眼可以说出自己的感受 这个能力才叫成熟 好 男人成熟特质 第四点 有当当的勇气 那电视剧都有演啊 女生突然间说 哦我怀孕了 然后你要看到男生的脸色 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有肩膀的人 不过我真的想讲啊 其实遇到大事会慌是很正常 其实男人也是人啊 他们也不是超人 也不是说你真的天塔下来 他真的扛得起来 就算他愿意扛 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思考跟过滤的过程的嘛 对吧?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过度要求男人 在大事发生的时候 当下那个反应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反应 其实慌真的很正常 可是慌了之后 怎么样做决定? 他会慌多久? 就有没有沟通的意图 然后尽能力去尊重别人的想法 还有另一点就是 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也很重要 虽然说两个人的感情世界里面 很多时候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不过如果这男人真的犯错了 然后他愿意道歉 哇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男人真的是 抓着他别让他跑 好成熟男人最后一点 可以为了计划未来而付出实际行动 OK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计划未来 不过男人计划未来的确是可以给女生一种安全的感觉 计划未来未必是一年要赚多少钱 要买房 要买车 我觉得反而是沟通人生的步调更重要 就要不要结婚啊 在一起多久之后结婚 要不要有小孩 会谈这样的话题都是证明了 你的未来有看见对方嘛 所以为两个人的未来画出一个蓝图 的确会让女生安心的 那我先说啊 其实也许不是每个女生都需要 这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讲法 而以上所说就是我见过这么多男人 归纳出来的成熟的特质 那为什么我说我妈给我的在爱情建言 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也不实际呢 是因为这些成熟的特质 往往是在大是大非的时候 才出现 才验证得到 一般的小日子你是不会看得出来 这个男人成不成熟的 又或者是如果你是跟他 以朋友的角度相处 他跟你在一起之后可能又是另外一种人 所以如果要找到成熟的男人才谈恋爱 那应该是一辈子都不用谈恋爱 至少没有听妈妈讲 反正就是你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一段时间 经历了一些波折 你才可以断言他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那还有一点妈妈也没有告诉我的 就是关于男人永远都是小孩这件事 就是无论他有多成熟都好 他心里的那个小孩偶尔还是会出来打蛋的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就是考验女人有多成熟了 好这集会在会员区分享的彩蛋呢 是我自己很深刻的一个感受 那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认同 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特质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凶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买次 中天财经频道与前同行 联整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解决了 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通膨的危机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经济景气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啦 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 投资新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彩经频道 张耀廷和您一千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